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现在的金价来计算 大概是4000多亿元新台币 好 最后要带您来看到是主持人谢正武了 昨天在谈话节目当中是连骂了韩国瑜10分钟 结果谢正武这一连串的抨击 也惹到了韩国瑜的支持者 好多的韩粉直接涌入脸书来洗版 甚至狂呛来护航 没有想到竟然是把谢足武当成谢正武 第一句话是 升旗台一定要的 韩国瑜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 今天的意思是说这个很难啊 我昨天就说不可能啊 韩国瑜成怒支持者高山上盖升旗台 但说辞反复才隔一天立场又变 让谢正武动怒连骂10分钟 记住古语一言新邦一言丧国 政治人物说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是说给老百姓听的 班出八字真言批韩国瑜身为总统候选人 讲话却不分轻重 同场的国民党立委柯志恩 想护航几句都插不上嘴 谢正武大暴怒连环炮轰 有观众留言太帅了 但这段画面看在韩粉眼里很不适滋味 韩粉进攻列珠批评 你又不住在高雄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好 凭什么痛骂我们韩总统 小小艺人不怕引起公愤吗 一连串留言越看越奇怪 连艺人身份都被牵扯 原来韩粉骂到他了 当年靠着麻辣仙师一句 我要当老师红遍两岸三地 他是谢祖武和谢正武完全没关系 但韩粉竟然搞错对象留言狂骂 网友笑翻特别来朝圣超惨的徐老师 我是来参观韩粉留言的 韩粉果然是台湾灵异事件 连三张自拍秀出政治标记 脸书留言被灌爆 逼得本人轻发声明 谢祖武强调 我是先师不是律师 要朋友们冷静 这回谢正武节目上 痛痛快快连标韩国一十分钟 谁值韩粉闹出大乌龙 真的把谢祖武害惨了 三地新闻李文胜参加圈 台北报导